那我们要看一个PHET的模拟的东西 要跟各位讲一些什么切线飞出啦什么之类的状况 OK 然后一个模型 我们选了地球跟月球 我们显示重力速度跟路径 注意 你看到上面 我的速度跟重力互相怎样 垂直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跑 你就会发现 它在走一个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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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暂时停下来 我们把重力关掉 让它跑一下下 然后再把它打开 然后再继续 你现在注意到它的力跟速度有没有垂直 没有对不对 然后开始跑 你就会发现它产生了另外一个形状 椭圆形 它的轨道就变成一个椭圆 就是我们所谓的地球绕太阳公转月球绕地球观 椭圆形 再注意一件事情 那么也许你地科老师会提到 你发现它离地球比较远的时候跑得比较慢 离地球比较近的时候跑得比较快 这个叫做科普勒第二行星定律 高中的时候会教 高中的时候会教 国中看老师有没有跟你提这件事 OK 这就是我们的状况 然后呢 我们再回来 我们刚才跟你说 我们的向心力要配合得刚刚好 配合得刚刚好 它就会是个圆 对不对 就是个圆 那如果向心力不足不够会怎么办 会沿切线飞出 这个向心力来源是来自重力 所以我把地球质量变小 重力就变小 它就飞出去了 拉不回来 它就飞走了 OK吗 很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好 正常情况下 它就是现在是个圆 那我们讲如果引力太大会怎样 就会掉进来 对不对 所以我把地球的质量变两倍 就撞下来 就吸进来了 OK 但是它其实 它其实不一定都会是撞进来 因为要配所谓的配合得刚刚好 配合得刚好 它就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状况 现在是个圆 然后呢 我把地球质量变1.5倍 你注意它的力跟速度的方向 会没有都垂直了 然后又变成一个椭圆 也是一样 你地球远跑得比较慢 你地球远跑得比较快 然后你注意它的病没有都垂直 都垂直 这就是用这个方法给你模拟 模拟我们的 所谓的向心力啊 圆周运动啊 用所谓的地球月亮的那种公转轨道的情况 来跟你模拟 OK 这就是我们跟各位说的 示范一下 向心力不足 向心力太大 所谓发生的事情 然后刚刚好就变成一个圆 刚刚好一个圆 OK OK